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現在看起來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大危機大蕭條 已經是不可避免了 在一個多星期之前,美國的股市就已經開始大幅度的下跌 跟著亞洲的、歐洲的、南美洲的、澳洲的股市都全盤下跌 也就是說明全球的投資者對於經濟前景相當不看好 昨天和今天又發生了一件標誌性的經濟大事件 就是國際原油期貨的價格又大跌了 一天之內就跌掉了百分之三十幾 這個在歷史上都是非常少見的 原油價格下跌了之後,川普就第一時間出來講話 他主要是歸咎於兩個因素 第一個是俄羅斯不肯減產 第二個是美國的媒體放假消息 fake news把經濟唱衰了 美國的媒體過去這些年對於川普那是相當的不友好 確實是放過不少關於他的假消息 有一些雖然不是假消息 但是只要是對於川普不利的 他們就重點報導放大這個效應 所以對川普相當不友好 黑川的媒體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吧 所以川普抱怨他們有一些原因 但是把石油價格大跌 把經濟危機歸咎於媒體暢衰 這是不切實際的,這是言過其實的 那些媒體人那些文人他們可以影響 普通老百姓的這個觀點,影響他們的情緒 但是他們是絕對影響不了華爾街那些大惡 全世界那些投資者的他們的情緒 那些人都是人精,他們精明狡猾的很絕對不會 受到這些媒體的這些操控的,不可能的 那麼這一次原油價格下跌的直接的導火線 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他所代表的歐佩克組織 和俄羅斯的關於減產的談判破裂了 這些歐佩克國家都希望俄羅斯跟他們一起減產 但是俄羅斯拒絕了,為什麼拒絕呢?原因肯定是很多 但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2013年的時候 普京跟習近平簽訂過一個石油和天然氣的購買合同 相當大的一個合同,而且是長期的合同 在這個合同當中,中共要過去今後25年 都要向俄羅斯大量的購買石油 每一年是100多億,而那個價格那是高得驚人 現在美國的石油期貨價錢是每桶30美金還不到 但是習近平向普京買石油的價格是102美金一桶 而且是今後20多年一直要這麼買的 所以現在的普京有了這樣大的一個合同做他的墊底 有了習近平這個傻瓜來幫他買單 所以說他有一些底氣覺得不用減產,降價也不怕 他可能還想借機把美國的這個頁岩油的市場 搶多一部分過來 把其他國家的這些市場份額搶一部分過來 所以這是他的打算 但是這些阿拉伯國家的這些土豪也不是好惹的 那普京你不是很強硬嗎? 這些土豪從小就沒受過人氣的 都是嬌生慣養的,脾氣也是相當大 你不減產,我比你還狠 我不僅不減產,還要增產 那沙特阿拉伯在宣佈增產石油之後 石油價格就應聲而跌 那為什麼沙特阿拉伯和那些歐佩克國家 要和俄羅斯商談減產石油的事情呢? 這是因為瘟疫發生了之後 在全球大蔓延大家看起來已經知道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麼這個時候石油的需求自然就會減少 需求減少了你就只有減少產量才能夠維持原有的價格 現在不僅是雙方都不減產 而且還有一方要大規模的增加生產 所以說這就會導致價格失控 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呢 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它的經濟 是有非常明顯的周期性的 它是周期性波動的 每隔10年到12年就會發生一次比較大的經濟危機 比如說在85年的時候發生過一場大經濟危機 後來過了12年到了97年 98年的時候又爆發了一場經濟危機 後來又過了10年到了2008年又爆發了一場經濟危機 那麼現在你2008年已經是12年了 又是到了經濟危機大爆發的這個年份了 所以說這是導致整個全球的這個投資減少 導致整個對於石油需求減少的 這樣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瘟疫只是起到了一個引爆的作用 起到了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 那每一次經濟危機大爆發的時候 都會出現石油價格的異常的波動 通常是大減價 比如說85年的時候經濟危機爆發 石油大減價了 98年石油又大減價了 2008年石油期貨又大減價了 現在石油又大減價 這就標誌著經濟危機正式的開始了 已經來臨了 那麼這次全球經濟危機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 就是中國的因素佔的比重非常的大 因為以前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中國經濟還沒有充分的發展 在全世界這個經濟中所佔的比例還是比較小 那現在已經佔到了11%到12%了 而這個經濟體中國這個經濟體 它內部的問題又積累的相當的多 這次要有一個總爆發 所以說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負面的衝擊是非常大的 中國過去這40年 他們每當遇到了全球經濟危機的時候 他們都是想辦法把這個經濟掩蓋過去 把危機掩蓋過去 把問題積壓下去 不讓它爆發出來 比如說在2008年的時候 那也是全球性的這個金融危機之後 中共他們不敢像其他國家一樣 讓這個經濟危機就這麼順其自然 讓它爆發 然後再採取措施來挽救 他們是不讓它爆發 那怎麼不讓它爆發呢? 溫家寶和胡錦濤當年就採取了一個措施 就是用4萬億人民幣去搞基建 通過這個大規模的投資把這個經濟總量再把它 帶動起來把其他的這些行業都帶動起來 這個方法在其他的國家是不敢用的 因為在中國用它都已經導致了這個產能過剩 導致了經濟結構更加畸形 也導致了通貨膨脹 其他國家不敢用的中共敢用 那中共為什麼不像其他國家一樣 讓經濟危機順其自然發生 讓經濟自身來調節自己 為什麼他一定要採取人為干預的手段呢? 這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合法性 已經所剩無幾 剩的那一部分完全就是在於發展經濟 如果是經濟出了大問題了 老百姓會造反,經濟危機會轉化為政治危機 所以說每當遇到經濟危機的時候 他們就盡量的通過增加投資的方法 把它掩蓋下去 2008年的時候還掩蓋的下去 因為那時候中共面臨的國際形勢 還算是比較好 海外的市場國際市場對它還是完全開放的 而且那時候中國的內部投資基建投資 還有相當大的空間 所以說2008年他用4萬億投資 把這個危機給應付過去了 那麼這次習近平他也想學溫家寶 才用同樣的方法來度過這次危機 而且他這個力度比溫家寶的還要大 這次他要投資40萬億來搞基建 那能不能成功呢?當然不行 上一次4萬億已經引起了相當大的副作用了 那麼這一次40萬億投下去大放水 一定會引起惡性的同貨膨脹 我在前兩期視頻裡面講過在這裡就不贅述了 所以說現在全球的經濟危機已經正式爆發 中國的經濟危機已經正式爆發 已經不可避免了大家要準備好過一段時間的苦日子 在上一期視頻做了之後 就有五毛在我的這個視頻下面留言說 你這個人性災樂禍 專門講這些危機、專門講這些問題 我告訴大家這不是性災樂禍 這是清醒的認識現實 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在正常的國家 這是經濟自我調節的一個正常的現象 不值得大驚小怪 那麼在中國這是因為中共長期性的掠奪性的 這個主宰經濟所造成的一個必然的後果 結果是一定會出現的 那麼對於必然出現的結果 那就要正視它,要對它泰然處之 只有這樣才能夠冷靜的看待問題 才能夠找到解決的辦法 才能夠找到度過危機的辦法 所以說這既不是悲觀絕望 也不是幸災樂禍 這是一種達官的態度 再說了經濟危機它的後果也不全部都是負面的 它還有正面的作用 比如就拿中國來說 經濟危機發生之後 一定會轉化為中共的政治危機 轉化為統治危機呀 因為經濟危機的時候 中共維護統治的力量是最脆弱的 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金錢 去維持這些維穩體系 而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 老百姓的反抗的情緒是最強的 因為大家日子不好過 那麼一方面是對於這個體制的 衝擊的力量反對的力量增長了 一方面是維護這個體制的力量削弱了 那麼這一強一弱 這種力量對比就會發生次的改變 那麼當這個反抗的力量超過了維護的力量的時候 那個臨界點就到了 那臨界點一到呢 那民變政變兵變就會相繼爆發 顏色革命也就爆發了 那個時候中國就有了擺脫專制走向民主的機會了 中國就有可能走向一個新的紀元 所以說危機裡面也有重大的機遇 而且不僅僅是中國有這個機遇 全世界都有這個機遇 大家看看現在的幾個鐵桿的專制國家 都是由中共所扶持的 而且在這次經濟危機當中 他們所遭遇到的打擊也都是最大的 比如說伊朗 他的經濟收入主要是靠石油 那麼現在石油大降價對他的打擊是不是很大 現在伊朗老百姓對於這個政權已經是非常的不滿了 已經是經常性的爆發抗議活動了 那麼如果這個政權他又失去了一大部分的石油的收入 那他還能維持的下去嗎? 再看一看北韓雖然從政治結構上來講 這個獨裁者他好像是固若金湯 但是他有一個致命的缺陷 他就是經濟不能夠自己自足 全部靠中共、靠俄羅斯給他輸血 他才能夠維持整個國家機器的運作 那現在中共已經發生了經濟危機了 自顧不暇了 俄羅斯也是靠石油收入來維持這個政權運展的 那麼這個時候他們自顧不暇的時候 就沒有能力給北韓大輸血 那麼沒有這個輸血的時候 他整個統治機器就會停擺 這個時候體系內部的那些反對金正恩的人 就會開始活動 同時只要美國、韓國、日本再去用力推他一把 就能夠把金正恩政權能夠推下懸崖 所以說北韓現在也危險了 那還有其他的這個專制國家比如說像委內瑞拉 像敘利亞 那沒有中共和俄羅斯的扶持 他根本就一天都維持不下去 所以說這次大危機會導致中共的這個政權的這個危機 導致中共政權的垮台 同時也會連帶著把其他的這幾個專制政權 給從地球上給抹除掉 所以這是一件大好事 那麼把這些專制政權抹除掉之後 那麼其他還剩餘的那些不是那麼鐵桿的 不是那麼死硬的專制政權 那肯定就必須得順應歷史潮流進行民主改革啊 那麼極有可能經過這次經濟危機之後 全世界就會進入一個沒有專制政權的一個新的歷史紀元 我們現在再回頭來說一說川普 他現在正確的做法不應當是去和那些媒體互懟 和那些左派這個惡鬥 沒有必要顯得沒有格局正確的做法 首先就是向老百姓解釋清楚 現在這個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這是周期性的,是歷史循環 沒有辦法避免任何總統都無力回天 現在美國政府就盡量的採取辦法 減少大家在經濟危機當中所承受的這個損失 儘快地走出這個經濟危機的周期 第二個做法就是把危機的責任要推到中共的頭上 確實是中共也是難辭其咎 那麼推到中共頭上之後 藉機在搞一場全球性的反共運動 把中共給拉倒 把所有的跟中共沆瀣一氣那些專制政權 全部都跟他推倒 美國是有這個實力的 經濟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實力全部都夠 川普也知道美國有這個實力 就看他用不用,把這些手段都用出來了 把這些實力都發揮出來了 完成了這個人類歷史的大轉變了 那川普豈止是贏得一場選舉 他甚至是可以成為和華盛頓 可以成為和林肯相比美的這種歷史人物 成為親史留名的大政治家 這才是他應當做的事情 當然川普是商人出身的,非常的狡猾,非常的有能力 但是現在看起來格局稍微小了一點 但是我相信他的內閣裡面的彭斯還有蓬佩奧 這些人都是相當有格局的人 都是相當有信念的人 所以我希望這些人能夠把川普的 現在的這個小家子氣給他改過來 讓他走上正軌,成為真正的歷史上的最偉大的總統 作為普通的中國人呢 面臨著這場世界性的全國性的大的經濟危機的時候 肯定是要過一段時間的苦日子 肯定會遇到一些困難 但是只要大家把思路履清了 這個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苦日子也是能夠度過去的 怎麼樣履清思路呢? 第一個就是要放下自己的一些慾望 有一些人是想著在經濟上大有作為的是要發大財的 這種慾望是在這個時代是不確實際的 這段時間一定要放下 現在你即使有天大的本事 遇到了這種經濟大蕭條的時代 也沒有發財的機會,所以放下這個慾望 那麼慾望放下了之後還剩下什麼呢? 就還剩下基本需求,回歸到基本需求 那個人一下子就輕鬆了 因為這個基本需求特別容易滿足 滿足了這些基本需求,人就可以生存下來 什麼是基本需求呢? 第一個是空氣,第二個是水 第三個是食物,第四個是居所、住所 第五個是能源,第六個是安全 那這六個條件是特別容易滿足的 普通的人稍微努力一點點就可以滿足 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以滿足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我當年就曾經遇到過這樣的一個大危機 94年的時候我在國內惹了禍了 就到處流亡 流亡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有一點筋疲力盡了 因為到處去打擾這些朋友 而且每個地方住一段時間之後 就覺得不安全了 後來就想找一個地方 找一個安全的地方,長久的住下來 那什麼地方最安全呢?想來想去 還真的只有進山裡面最安全 到山上去隱居起來那是最安全的 那麼要到山上去隱居了 那就一定要算計一下 哪一些是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後來我就列了一個所需物質的清單 就包括糧食、包括種子 還包括什麼鋤頭、鐮刀這些農業生產的 這些簡單的器具 還包括斧頭像建房子的鋸子 這些建房子的器具 那麼全部的加起來也就是一千多塊錢 但是後來一看這麼多東西 我一個人背不過去,背不進山裡面了 怎麼辦呢?還必須得再買一頭毛驢 所以加上一頭毛驢的錢一千塊錢 一共的預算是兩千多塊錢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成形 後來是因為香港的黃雀行動的人 跟我聯繫上了 所以說沒進山裡面去 要不然的話呢 就在山裡面已經隱居了有二十多年了 而且我相信在裡面過的也會挺好的 所以說在經濟大危機的時候 大家只要有過最基本的最簡單生活的這種打算 所有的恐懼都是不必要的 而這種基本的簡單的生活 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是有條件過的 是相當容易的 中國現在的山區還是挺多的 再說絕大部分人是不需要走到那個地步的 絕大部分人你在農村的你自己有房子有地的 在城市裡面你也有房子的收入會減少一些 但是呢只要你們家裡面有足夠的糧食 然後再把自己的陽台開發出來種一些蔬菜 種一些這個生長很快的高效的這些蔬菜 那麼整個生活就沒問題了 熬它一年兩年整個的這個局勢改變了之後 好日子就會開始了 所以說大的危機這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 也是今後過好生活的一個必經的階段 讓經濟危機快點來讓中共快點垮 等到中國成為民主法治國家之後 大家有的是時間發大財有的是時間過好日子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